从重庆出来了 就进入贵州省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六点半了 我们得找地方扎营了 今天晚上是住贵州嘞 还是住重庆嘞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哈喽我是王温暖 今天是我一人一狗 别上了模拟中国的第三天 我现在已经进入贵州省了 那么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多了 我在路边找了一户人家 前面那个红棚子那里还属于重庆 然后我们这边已经属于贵州了 这是一个山庄 然后这边有一个棚子 这是之前疫情棚疫站的时候 民警在这里面住的 那么阿姨说我可以住这里面 然后我们发现里面居然有 有一张床 然后还有店 店的话是从这户人家里面接过来的 我今晚上可以睡着在床上 哇好幸福哦 大姐你贵心啊 我姓张啊 张张姐啊 我们旁边是210国道 然后大姐在这边开了一个商庄 做火锅呀土地之类的 那你们这边做的味道是属于重庆味道 还是属于贵州味道 你们是干重庆的麻辣味 麻辣的 挺好 不过我一个人就吃不了什么火锅了 也谢谢你提供这个位置给我 没事没事 感谢感谢啊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不会被淋雨了 它这个棚子搭得也特别好 你看整个屋檐下面都搭了棚的 刚刚张大姐很热情地邀请我吃完饭 但是她能提供这么一处让我住宿的地方 我已经很感激了 吃饭就算了 因为我这次的旅行的话是环游中国 那么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朋友 像邀请吃饭住宿这些 我都是能拒绝就拒绝 因为我不想别人说我 我问了是一个吃吃喝的人 那么我现在先把行李搬到这个帐篷里面 哎呀这是什么 这是插线排 我们可以充电了 知道我为什么要带这么大一个插台了吗 因为我的充电东西很多 我这个出发是带了四个充电宝啊 但是这两个都已经接近没什么用了 因为充一次就没用了 这个是5万毫安的 这个是3万毫安的 然后两个手机 嗯现在先充电 我们先去点点东西吃吧 然后这里是有卖烧烤的 我们今天晚上就吃点烧烤 这个多少钱 我给千块这个9块 啊那 我给鸡菌这4块 鸡菌这4块 鱼呢 烤鱼你还会做烤鱼啊 我烤鱼35斤 35斤 这个多大 这个你估计一个人吃吧 三斤吧 三斤多有没有小一点的 有一点的好像这里面有个 我看一下 那这个有多少斤啊 这两斤多一点 两斤 你这样多少斤 有一个 有一个吃不完 老婆我们明天早上吃吗 你在这里声音好吗 在这里做的话 声音就咋咋咋 没什么人啊 老人现在家里没有事 在这做 原来是我们老爸给拿几个盒子 和我们准备搞袜子 你去哪里撑啊 那你去那边撑着吧 撑着给我说 你撑着去 两斤两斤半 那两斤半多少钱 你撑吧 你撑乘一35就行了呗 那行吧 一条烤鱼大概是100块钱左右 那么很多朋友会问的 我为什么要省住宿的 而吃这么大方呢 那你看我这个体积啊 你以为我是怎么胖的 难道我不是吃胖的吗 不搭帐篷的人永远不知道 搭一次帐篷省100 搭一次帐篷省100 那么我一个月大概是搭20多次帐篷 那么我就可以省2000多了 省2000多来吃肉它不香吗 还有很多朋友好奇 那你搭帐篷怎么洗澡呢 今天我就告诉你啊 现在小哥在做饭 我就借用他的厕所 烧一壶水过去洗个澡 那这样子我不是又省了一次洗澡费吗 是吧 我刚刚看见这个里面有一个烧水壶 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应该可以用吧 拿这去烧水 拿上我的换洗衣服跟洗衣用品 小哥说我那个烧水太烂了 他给我拿了一个这个 这个桶来烧水 好新年没有用过这个烧水了 雪燒好了 温温的可以 放到这里 这是厕所 这虽然有一个那个热水器 但是没有用过人家 就这么在这里洗吧 这不早就洗好了 我在出门的时候还带来一个吹风机 你要把它吹干就好了 其实在夏天的时候 在户外洗澡洗头更方便 那么现在还有个冷 所以说洗澡的时候快速解决 那么如果大家对户外还有什么不太了解的可以问我 虽然我的装备很差 但是经验还是有的 早洗好了 我的鱼也快烤好了 哇我的烤鱼来了 好香啊 这小哥不错 厨艺还可以的 没钱的快乐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一条鱼就很满足了 哇 鱼还有一点没味道 但是菜已经没味道了 小哥哥弄的好的菜啊 可惜我不喝酒 不然再来瓶洗酒 绝会 眼大都比小吃亡了 然后打包明天弄我吃 这一份的话是94 我现在先把我的防潮垫铺在这个床上 然后再拿我的被子 然后我的床就铺好了 如果晚上觉得冷的话 我可以把它的被子放到我的被子上面 再 нед留下 我稳ид下一个生姿 这下水 我可以走了 TECHNIC 智能 我